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的内容 现在讲的四种祝愿 四种祝愿当中 第一个是希求力 也叫做心戒力 在我们学习 大乘佛法的道路当中 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缺少了心戒 或者对佛法的希求心 那么修习佛法是 不能成功的 这个道理前面也讲过 我们再详细地观察 自己没有这种心戒 没有心戒的过失 因为我们对佛法 不求有什么样的过失 这方面进行牵扯 那下面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发愿宇宙称 自他众功德 称赐意义得许修意见 那么昨天前面讲了 我们要进出一个过法 需要很长时间 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描述 那么现在反过来说 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 必须要成就一切如来的 这种功德害 那么这些功德害 也需要很长时间的修学 要下功夫 要精进 那么大家也清楚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在诸佛菩萨面前发愿 从现在开始 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 自己要发行成就 发行成就 要成就的话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们发愿想得到成就 想自己也是获得圆满佛果 而众生 其他的众生也想获得圆满佛果 像如海般的这些功德 都要想得到 要想得到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们世间当中一般的地位 或者世间当中的一种事业 做得非常圆满成功 也需要一番功夫 没有的话 不能实现的 同样的道理 佛陀像这样 如海般的功德 就是一定要通过 多生累劫的积累资粮 就是积累资粮以后 才能现前的 比如说《中观宝门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像我们世间当中的 所有的凡夫人和 然后声闻有学无学的 这些功德 就是福德全部集聚起来 然后集聚起来的十倍 十倍的佛德能感召 佛的一毛空相的功德 佛陀所有的毛空相 他的一百倍的福德 能感召佛的八十岁号当中 出现一个岁号 那么所有的岁号 一百倍的功德 能出生三十二相当中的一相 感召佛的一相 然后所有三十二相功德 一千百的话 那么就是佛的密间百号相 然后密间百号相的 所有十万倍的功德 能感召佛的无间定相 我们经常在佛险当中 佛的如迹 无间定相 所以佛陀我们见而生息的 无间定相 也实际上是通过这么多生累积的功德 才能复现出来的 并不是你做一个 非常简单的事情就马上出现 这也是需要几百劫 几千劫 几万劫 就像大海一般 无边无际的劫当中 通过积累资粮以后才能获得的 所以说 我们修成一个佛的 不说我们佛陀的 连世间当中的神通 神变 或者天眼通 寿命通 这样的这种功德 也需要漫长的世间当中 经过勤奋学习 勤奋努力地修学之后 才能感召 才能出现的 因此世间当中很多的功德 并不是无缘无故 应该通过自己的 功夫和清修而得到的 我们平时看见一些 高僧大德的悲心 智慧 或者说他的一些德行 也有些是多生累劫当中修出来的 不是一时两时就开始出现的 然后像以前佛陀时代的 一些马生尊者的威仪 还有虚菩提的 一些空性的见解 这些也是与前世 多生累劫他的习气也有关系 有关佛经当中 也有这样的记载 所以说 我们自己也应该这样想 既然这一个功德 都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当中 勤奋努力学习 我们也不能好高无缘 短暂的时间当中 我一定要成求 一定要获得如何如何的 身边神通超市的一些功德 当然极个别的 有些因缘非常殊胜的 最后就像成了斗菊 或者是最后有者那样 就是突然干燥的现象 偶尔是有的 但是一般来讲 的确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你遇到特别殊胜的对境 尤其是你发心极为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短暂的时间当中 获得成就的现象也是有的 以前藏传佛教里面 也有这样的一个公案 有两位僧人 过一条团境的河 那个时候在岸边有一位毛疯病 看起来是非常可怜的 然后这个毛疯病的女人 就求两位僧人 让她背过去 过河 有一位僧人 看到她比较讨厌 然后她马上撩起身袍 就直接过河了 然后另一个僧人 看起来是他非常非常的可怜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毛疯病一般是传染的 谁都不敢记住 但是另一个人 真的是他的慈悲心非常强烈 就像我们看见 以前《五咒菩萨传记》里面的 有些功德一样 看见特别可怜 特别脏的那种人的时候 他的悲心悠然而生 他发起大心 马上背着那个人 然后到了河中 到河中的时候 这个水牛特别地急 显得特别危险 那个时候他背后好像很轻松了 人不存在一样 这个时候他心里有点着急 是不是他已经掉到河里面去 马上往后一看的时候 就没有人了 结果他在前面的虚空当中 出现本尊金刚瑜伽墨 然后他表示 让他上去 后来这个僧人上去 通过他的加持 然后直接引导空行刹土去 不舍入身而进 那个时候另外那个僧人 可怜巴巴地在河边 就是眼睁睁地看着 特别伤心 觉得我刚才应该发心 结果他已经获得成就 所以我们在密宗佛教时 有关这些历史当中 这些也并不是一种传说 是真正的一些真人真事 这种就像我们以前看见 《青则一席多戒》的传记当中 也有许许多多的 一些这样的事实 遇到了 我们上师以前也是讲过 如果遇到了 非常殊胜的上师大成就者 然后自己心也极为的纯净 而且自己的大悲心悲心 非常非常强烈的 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是有一种超规律的一种成就 这是我们在世间当中 也是会有的 在佛教里面 不管是禅宗也好 藏传佛教也好 很多的佛教里面 有这样的现实 所以说 我们禅宗的有些公案 按真正的一些佛教的 次第来修 不一定增到那么高的境界 但是通过他的法性 和殊胜的对境 或者依靠一些殊胜的 制止信心的方便方法 马上获得开悟 这种现象是有的 但一般来讲 我们凡夫人是不是这样的 利根哲自己心中有说的 自己的信心 对佛法的坚定不移的 这种希求心有没有 如果没有 恐怕我们不能希望 太大了 自己认为自己是非常了不起 这是不合理的 应该观察自相续 他这里说 因为前面已经讲了 一个功德都是 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可是我们业力深重的 凡夫俗子 并没有生起应该修持 这么多功德的心 本来需要这么多的精进 可是我们不要说 对所有的功德 我能成就的 连其中的一份功德 刚才我们所讲的 三十二相当中 其中一个相的功德 我在即生当中 我的前世当中 我下过这样的功夫没有 这样的修学 我这样修学过没有 自己应该观察 如果没有确实是没有的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不管是哪一份功德 像我这样 可能很多人都不是 有时候自己 观察自己的时候 虽然形象上这样一直 给别人讲经说法 或者说自己 也是表面上修一点 观想一点 念一点咒语 但是真正一心一意的 对法始终都是强烈的 希求心的 这样的状态下 自己也是没有下过功夫 没有下的功夫 虽然恶儿性的有 但是这个世间都是不长的 我像我这样的人 跟很多人也可能差不多 也有相当一部分 当然大多数人根本不像我们 还是很精进的 那么自己如果观察自己 在一生当中没有下过功夫 那么口头上是说 我在修行 我成为一种修行人 实际上自己欺忍的 真正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 修好人身 控好自己像如意宝那样的人身 所以自己观察自己的时候 有时候太莫名其妙 太遗憾了 就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 来到这个世界 本来遇到善知识 遇到了这么好的殊胜佛法 可是因为自己的业障 烦恼 习气比较深厚 一直对佛法的信心 意乐心没有增上 没有增上 当然导致行为上的不精进 不精进 这样以后 我们也应该想到 我们丢失一个如意宝 实际上是不太可惜的 真正是获得这样的人身 没有好好地修持佛法 太可惜了 所以历史上的很多高僧大德 为什么自己获得 这个人身的时候 一定要争分多秒 把人身如意宝用上 用到学习佛法和利益众生方面 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否则我们如果真的 漂泊于轮回当中 那个时候 恐怕机会都是没有的 有时候一叙述到 轮回痛苦的时候 也真的非常可怕 以前那个嘎达亚尊者 他到印度北方去的时候 在路透当中 众眷属一起去的时候 在路透当中 有一次看到一只乌鸦 然后当时尊者就开始微笑 最后回来的时候 众弟子问那个 大家都很惊讶 问那个原文和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 嘎达亚尊者也是 他叙述了自己的前世 他说 在九十一届以前的时候 我转生着一个父号 家里 当时我是特别想出家 讲出家 但是我的父母不让我出家 一直助纳我 他们要求 你最好娶起生子 之后我们开许 否则我们家族变成怎么样 也许他也是独生子吧 就像现在的很多人一样 我们只有一个儿子 他出家了 谁照顾我们啊 求求上师 千万千万不要让他出家 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老太太一直在 归着我面前就说 他们的儿子要出家了 他非常伤心 晚上也睡不着 白天也是饭吃不下 看看怎么样 奇怪 他的眼泪只有油眼里面有眼泪 左眼里面没有眼泪 是这样的 当时可能他的父母 也只是不让他出家 后来尊者也没办法 当然那个时候不一定叫尊者 可能是个小伙子吧 他不得不最后娶起生子以后 他的孩子七岁的时候 他准备出家 因为原来父母都答应过 在生子以后可以出家 那个时候准备出家的时候 当然这些父母坏得很 他们说 他们叫他的孩子 如果你爸爸出家的时候 一定要助拦 不让他出家 后来他准备出家的时候 那个七岁的孩子一直挡着他 说 你如果出家的话 把我杀掉以后你才出家 所以儿子非常坚决地反对 这样之后 当时他一生当中没有出城下 之后一直漂泊 因为当时没有出城下的原因 他的下室 一直转成恶狗 五百世 他的基因当中五百世 因为我们藏传佛教 也经常这样讲 变成狗的时候特别恶 我们有时候也是 看见一些牛郎狗 它那个肚子好像 里面都是没有任何食物一样 看起来特别可怜 他说在五百世当中 没有这个 只有除了两次以外 没有吃饱过 非常饥饿 很痛苦的 但其中的两次 有一次遇到 有一个喝酒 喝醉了的人 当时他偷出来的酒肉 吃完了以后吃饱过一次 有一次 他去一家人的妻子和她丈夫 丈夫好像到田地里面去了 他妻子有事情出去的时候 他就到他们家里面 然后有一个锅里面 有一点吃的 然后他就开始吃的时候 因为那个锅的口比较小 他头比较大 差点不是没有转出来 那个时候她丈夫回来 用刀子来探断她的头 除了那个时候以外 再也没有 在轮回当中 也没有遇到过她的儿子 今天他就变成乌鸦 那个儿子 他因为助来不让他出家 生生世世也变成这样 那么今天我看见乌鸦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稀有 然后我就微笑 所以说他当时 在这样轮回叙述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知道 我们如果这一月子 没有好好地修持佛法 当然你最好 如果出家是最好的 但如果实在没有出生家 那么就受居世以上的戒律 然后好好地修持大乘佛法 在临死之前不舍善报 一定要每天都是在自己 在闻思修行当中 不离开的话 我觉得获得人生是有意义的 而现在有些人认为 啊 我学了一点法 这个法是什么时候讲完了 讲完了就可以 我们不要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们现在学《入行论》 这是可能把一部法讲完了以后 啊 这部法讲完了以后 我们还要好好地修习 千万不能这么想 我们活到多长时间呢 一定要学到这么长的时间 这一点我觉得 华智仁波切也是已经讲过吧 我们活到多长时间 又要修到多长时间 一定要修到老 没有这样的话 我们的人生真正是空耗 虚耗 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可惜 我觉得世间当中的 有些知识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短暂的一个 时间当中学一点知识 那这个算不算学知识呢 其实也是不算的 印度有一个哲学家 克尼希拉姆·乌迪 非常出名的 在二十世间当中 他对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 影响非常大的 清净心理的一个导师 那么他一本书当中 是这样说的 有些人问 什么是学生 他说 所谓的学生 并不是说是 基本书学完了 考试完了以后 到了二三十岁的时候 已经接受了 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学生 一辈子都要学知识 这就是真正的学生 他说他有一个 西班牙吧 西班牙有个朋友叫做亚格亚 他是一个法家 最后人很老的时候 他在一幅画的下面 他就写了一幅 我还在学习 我还在学习 所以像这样的教言 我像佛教当中也可以引语 我们不要认为 啊 我现在进入老年班了 好好地休息就可以 放松就可以 我不赞叹这样的 就是一定要 不管是明日死的 萨迦班智达也不是这样的吧 明日死的话 今日当中也要学知识 虽然我即生当中没有用上 即生当中最后一口气 但是对来世的准备 对来世一定会有意义的 就像我们银行里面 存的钱一样 今天没有用上 但是我明天可以去 同样的道理 所以大家把学习 和修学佛法的目光 不要放在一次开个法会 一次学一点法 这样就已经结束了 千万不要 现在城市里面的 很多大多数的修行人 不教修行人 说实话 有些人可能不高兴 我只见了当地说 有些别人的过失的时候 不愿意听 不愿意听 也事事就是这样的 做世间法极为能感 长期的打算 很多方面的方案 方法 也是定得非常巴巴实实的 做得相当圆满 可是在学习佛法上面 在自己的一辈子当中 没有计划 没有方案 没有次第 只是过一过而已 这种想法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人 那么一辈子当中 自己的一生是通过什么样的 佛法的闻思修行来度过 这方面一定要自己 对自己有一种誓言 发愿 然后如果在家人 虽然现在的社会 你这个家庭 很多方面 不一定能处得开 但是你学习佛法方面 不是一辈子的 我们世间当中 啊 众生大事啊 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什么众生大事 其实众生大事不是很重要的 应该最重要的话 生生世世的大事是最重要的 我们学习佛法和发菩提心 利益众生是生生世世的 重要的事情 那么这些方面 如果我们不考虑的话 真的是非常愚蠢 因此大家在 获得这么好的人生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空耗 这是这样的意思 下面讲这个案例 这个理由 为什么这么说 没有好好地修学呢 下面讲这个理由 这两个颂词就讲了 我们虽然在束缚菩萨面前 发了这么大的心 发过愿 但是在实际行动当中 就是辅助于世间的极其微妙 极其微少 没有做到 怎么没有做到呢 我们发了愿之后 按理来讲 我们日日夜夜的 应该最殊胜的对境 就是佛陀的佛像面前 佛堂里面 也应该做各种意幻供养 真实供养等等 应该这样的 可是我们有没有怎么样做 大家也心中有说 有时候讲七只供的事 两三天拿一个水杯 供一供 供一点灯 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 又消失了 就没有了 我看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在家里面供水的有多少人呢 举个手啊 供水的 供灯的有多少人家里 你看 一般的还可以吧 别的地方可能是没有啊 别的到时候 看我们学习如性论的道友里面 有多少个人供水供灯 你们自己想一想 所以我们很多人真的是 我刚才为什么说 我们这个经堂里面 有些发心 在诸佛菩萨面前 哪怕是供一点香 供水 供灯 方便的时候我也想给大家讲一下 供灯的功德 前一段时间讲了 《专经论》的功德 很多人买《专经论》 然后过一段时间再讲一下 那个如果方便 供灯的 然后可能买所有的人比较多 真的是世俗的功德 大家也应该重视 不要 啊 现在我是学禅宗的 全部是在空性当中就可以了 什么都不要管 那这些口头上 谁都会这样说 理论上也是我们谁都会打开 懂一点中观的道理 可是世纪当中 能不能空得了 你自己私人出现 有些事情的时候会知道的 所以我们以前按理来讲 应该在诸佛菩萨面前 做各种供养 这方面也没有做到 非常圆满的 然后也没有给所有的众生 布施戏言了 就是在这些众生面前 应该我们做佛塔 修金堂 或者造佛像 饮金书等等 让这些无量的众生 获得喜严快乐 应该这样做的 可是这方面也没有做到 或者我们发愿以后 当时让所有的宾客欢喜 我现在发心以后应该 我给赐予你们暂时和究竟的快乐 可是我在实际行动当中 根本没有观众生 没有做到这一点 所以也自己非常的惭愧 在实际行动当中没有做 应该发心以后 在僧众面前也好 其他的众生面前也创造 就是让众生 获得快乐的一些因缘 然后我们也没有移交奉行 主要是讲法布施 通过自己的闻思修行 获得智慧 获得智慧之后 让天下有这么多的 缺乏佛法知识的这些众生 给他们应该讲经说法 做各种开示 法布施 可是我们也没有做到 在法布施的过程当中 自己有时候有吝啬心 竞争心 嫉妒心 真正如理如实地 能做到法布施 没有的 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清楚的 也没有愿满足一些 世间当中贫困者的愿望 本来世间上有乞丐 还有一些极其可怜的众生 我们发大心的人 应该讲是帮助他们的 可是在世间当中 可能我们有些 跟其他的一些宗教 其他一些基督教等 他们的悲心都不如 不要说我们大乘佛法 因为他们的有些行为 真的还是非常感人的 比如说德里修《女传》当中 这样讲的 以前也非常感人的 一段文字吧 有一次火车马上要开了 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人急急忙忙地 开始进来 进来的时候 门夹着他的脚 最后一只脚 一只蟹掉下去了 然后他进了以后 另一只蟹也是 他毫不犹豫地 扔出去了 然后旁边的人 百事不及其意就问 为什么你一只蟹呢 一只蟹子又扔下去 他说 很有可能这一双蟹 贫困的人得到 很有可能他们用上 所以我讲自己的 一只蟹也扔下去了 其实他印度 非常著名的干地 人们都称为神雄 他的一段故事 所以这个文字虽然很少 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想 想 你的一只蟹掉了以后 你会不会想 别人得到利益 恐怕我们很多人 心里根本没有想 以前我们到拉萨去的时候 翻车 当时我的一只蟹都是掉了 但我从来都是没有想的 最后我想 我怎么会买双蟹 一只在等等 好不容易最后在一个小商店里面 买球鞋 一双蟹 但我们跟其他有些人的 心态完全是不相同的 他们念一个小小 可能我们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啊 我今天遇到违缘 怎么办呢 可能这样想的 但那个时候想到别人 我们有些行为一点一点 看着想着这个人 想着众生 尤其是我们对周围的人类也好 众生也好 这些怎么样发心的 在实际行为当中 有没有这方面的悲悯 自信啊 自己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在诸佛菩萨面前 真的讲了这些道理以后 我是非常忏悔 有时候连一些 其他宗教的教徒也不如 其他的世间当中也有发大心的 看见一些贫困的孩子 看见一些贫困的这些人 自己身上所有的钱 衣服全部捐给他 他这种感动自信 我们大乘佛教徒 往往都 口口声声都是说 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不要说天边无际的自己众生 自己身边的一个 非常可怜的人就照顾不到 非常惭愧 所以在诸佛菩萨面前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 一方面值得忏悔 一方面知道 从命送命 就是我们相续当中 对真正正法的希求心 并不是特别的强烈 现在一定要通过 寂天菩萨的智慧挖掘出这么一个理念 大家不要认为 自己高高赞生 自己的修行 境界 什么都 超胜一切人不要这么想 我们自己明白自己 不用问别人 自己的相续 自己一目了然的 所以说千万不要在 修学破腿道当中自己傲慢 自己应该变成一个 非常普普通通的仆人 以仆人的身份来利益 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 所有的人当中 我是最可怜的 最低劣的 我的发心是最差的 如果有这样的心态 那么我们看见谁 都是看着自己的上师一样 来对待的 那么我们也没有出围捕者 恐惧者的一些恐怖 比如说世间当中 特别可怜的病人 受到病魔的威胁 还有受到法律的刑罚 马上要判死刑的 以及旁生在财事场当中 受到生命灾难的这些可怜众生 我们放生 通过做无为布施的 这样做了没有 很多人口头上说 放生是很好很好 但实际行动当中 自己有钱的时候 有能力的时候 放过这个生没有呢 恐怕是很多人 在这方面也是没有做到 我去年刚开始的时候 我说我们菩提学会的人 每年 每个月 不定期也要放生 那么定期也有一些规定 但是到现在 基本上都是一年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现在讲的时候是一年了 别人到时候可能听的时候 也许一年多了 那那个时候 你们自己也问一问 在放生当中 你怎么样参加过 怎么样做过 所以我们很多事情 在诸佛菩萨面前 自己承诺的 自己并没有做到 非常惭愧 也没有给世间当中的 一些可怜的人 流转在轮回当中 被烦恼列障 所残伏的这些可怜众生 通过佛法和通过爱心和智慧来 帮助过他们 遣除他们心里的困惑和身体的痛苦 没有这样做过 所以也自己都非常成贵 那么这样一来 刚才上面所讲的 所有的这些道理 终结起来 其实我来到这个世界 真的是唯一的主胎当中 让母亲痛苦而已 除了这个以外 实际上没有做到什么事情 佛经里面都告诉我们 我们在住胎的时候 自己也是相当的痛苦 尤其是在胎中 九个月的过程当中 让母亲也生了 各种烦恼和痛苦 那么只是给父母 添加一种痛苦 除此之外 我来到这个世界 真的没有做 很有意义的事情 《诗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说是 爱爱富妙 生我取老 意思就是说 让我在世间当中 只是给父母 增加了一些痛苦而已 实际上没有真正做到小道 没有真正做到 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反过来说 我即生当中 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就像莲茨大师所说的那样 情得利成狗 自导方成就 意思就是说 让自己的亲朋好友 远离了一切成狗 也就是说 世间的这些成狗 学习佛法 那么才算是子孙孝顺 就是他的小道 完全成就了 如果我们真的 像华智仁波切所说那样 让父母亲友 皈依佛门能报到恩德 没有做到这一点 光是来到这个世界 只是吃饭睡觉 然后又回到他自己的 原来的这种 流转轮回的归宿当中 那非常的可怕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观察自小续当中 有没有真正对佛法的 希求之心 如果对佛法的希求之心没有 来到这里真的是没有意义 以前高僧大德们也讲了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活佛 所谓的一些大成就者 更应该要弘法利生 以前华智仁波切也说了 如果真正你是活佛 要弘法利生的事业 要做出贡献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 为自己的饮食 为自己的一些家庭而奋斗 那不叫成就者 那不叫真正的修行人 因此我们想方设法都要想 来到这个世界对众生 有没有做到有点意义的事情 我最近也是在《入行论》当中 写了两句 就是说我们每天 为众生做一点点事情 只有这样才能 人生有价值 我内心当中真的像是这样想的 也明白这个道理 可是实际当中 我每天做到没有 为众生做到没有 绝对是没有的 所以说有时候 自己口袋也没有用 因为凡夫人只有这个力量 但是的确也是 看见一些其他的高僧大德 看见一些其他的宗教徒 有些默默无闻地 为众生做事情 非常非常地羡慕 我们在内心当中 也应该发愿 在心里面产生 这样一个极为纯洁的心 这种心并不要 一天两天就开始消失了 一定要长期的流程 这就是我们最殊胜的一种发愿 那么下一个颂词 是这样的 宣说 心结和希求心 一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 我们从无始以来 一直到今天 正以为对佛法没有心结性 没有希求心 所以在漫长的路道轮回当中 遭到如此的痛苦和困难 所以这些来源 全部归根基地 就是我们对法的希求心太少了 不够了 所以到了今天 还是在我们相续当中 有如山大的烦恼 一直被压制着我们 然后我们在迷迷糊糊的 时间当中 一直满满无气 漂泊不定了 如果我们还这样继续下去 对所有的正法毫无兴趣 就像是恶狗面前放草一样 一点兴趣都是没有 那我们轮回的边界 什么时候能见到 一直会漂泊的 所以我们大家 也应该自己都是 每一个人自己想 我虽然今天来到人间 短暂的即时的人生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 应该自己想 那么最好的 最有意义的 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 就是对释迦牟尼佛给我们 所宣讲的八万四千法门 其中的哪一个法 都是有价值 有利益的 可是我们这方面 没有任何兴趣 其他世间的吃喝碗 或者大麻将 喝酒出烟 以及各种各样的 不清净的这些场所 那么这些都是对我们的相续 虽然是非常适应 很多世间人今天有关佛法方面 探讨的时候 就是毫无兴趣 兴趣属然 一谈到一些世间什么 战争 爱情 或者一些世间的发财等等 这些话题的时候 大家心智勃勃 互相言论纷纷 然后一直开始 高兴得不得了 这种情况 这就是我们凡夫人的 一种爱好和一种习气 可是这个有没有意义呢 的的确确一点意义 都是没有的 如果真正对法要生起信心 恐怕要到一些寂静的地方 真正要思维法义的时候 佛法的这种加持 不断地在自己的心里面 涌现的 但是你这样的因缘没有 我也想在意念当中 自己也一定要空出 一定的时间 闭关 施修 几个月或者是 就像我们城市里面的 有些人 真的完全放下是不可能的 但是最少也是七天 前一段时间 我也给很多人这样讲了 一年当中七天 自己好好地修一修 这样以后对自己阿腊耶上面 还是种下一个好的习气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真的是对法没有习气 导致现在的 萨迦班智达以前 也是在格言里面已经讲过 因为我们以前没有求学 今天变成极为愚笨的 那么恐怕将来也变成愚笨 即生当中 不管是遇到再大的困难 一定要听尽闻法 一定要听尽闻法 现在世间当中的很多人 也是极为的可怜 你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下意识可能又转旁生 那这样 什么时候能完结 什么时候能获得解脱 相当的困难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 现在希求佛法 其实也不遭遇这样的 最少也是获得人天福报 人天福报以后再继续发愿 也能获得成就 因为有些业和因果 是不可思议的 真的造善业和造恶业的 果报是不可思议的 这一点是我们不得不相信的 《宗观宝马论》的注释当中 有一个公案 有一个人 当时遇到了一个天生 害他 害他的时候 首先他出现一个非常壮严的身相 在那个人面前出现 那个时候就问他 你看我这个身体好不好看 他说没有什么可好看的 那他问 比这个更好看的有吗 有造善业的人 比这个更好看的 然后接着他又出现 相当丑陋的一种身相 他说 我这个难不难看 怎么样 他说也并不是 世间上还有比这个更难看的 这个天生问 世间上比这个更难看的是谁 他说 造恶业的人 比这个更难看的 然后那个天生没有办法 他手里拿一碰水 然后就问 说这个水多不多 他说 这个水非常多 比大海的水还多 然后那个天生说 为什么说这个水比大海还多 这个水如果你供养佛 比大海的水量更大的 因为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最后他感到很稀有 马上在这个人面前 进行皈依 所以我真的这样想 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 现在开始不是春天了嘛 我们这里也是 现在不动水了 然后供七倍水 表面上看来不是很多 但是变成七大海洋 它的功德比七大洋 我们四大洋也好 七大洋还多 所以这样的功德 舍不愿意求 但是你不信因果的话 就真的也没有办法 如果你信赐因果 真的自己对自己 还是恩德是非常大的 以前《阿姨王披育经》当中 有一个公案 一个人过路 过路的时候 看见一副尸体 然后他下一条 不管怎么样 就下一条 但是详细看了一下 在他的空中 有一位天人对他善化 然后他问 你为什么这样做 他问天人 天人说 这个身体就是 我前世的身体 但是因为我依靠身体 我当时行持善法 他说 我当时行持善法 什么小顺父母 尊俗因果规律 广造善业 然后赶得我 转到天界当中 所以对我的恩德是相当大的 因此我虽然现在 获得天人的果位 但我回来为了回报恩德 我才开始善化 你觉得难道不值得吗 这样问的 所以真的 我们的身体 如果我行持善法 乃至生生世世 对自己也是恩德相当大的 对众生也恩德很大的 如果一个人出家 一个人学习佛法很好的话 那周围的很多人 通过他的威力和通过他的悲心 全部归入佛门 所以对大家的恩德很大的 但如果一个人做坏事 一个人相续当中生起习间 那周围的人就像毒药一样 全部坏坏了 像炸弹一样 全部都摧毁了 所以我们自己 难得的人生当中 千万不要把自己 变成非常可怜的人 一定要对了头生死的 唯一的妙法感动起信心 我们无始以来在轮回当中 不能解脱的唯一的原因 我们对法门用起信心 变成了一种法有子 所以在世间当中一直受苦 所以我们对佛法 一定要起信心 当然起信心的唯一方法 每天都是要闻思修行 尽量的大家不要断掉 把修学佛法和听闻佛法 应该像是在自己一生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在这样的前提下 再开始为众生 每天都是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希望 也的确是 一直很多念上师的教言 归纳起来 上师最终是大家闻思修行 所以通过闻思修行 一定会是 断断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也能铲除别人 其他众生的心里 痛苦和不善之业 好 今天找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